我们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令人困扰的问题 我们把所有问题写下来 发现竟然占满了一整面墙 所以我们利用要和不要的方式来决定我们的研究主题 讨论过后,我们希望能解决自由班的人数变小的问题 我们想象最美好的情况 成立人考试可以回来 有不同班级的同学 考试变多了 可以多加几节点修课 每个年纪都有20个人自由班的活动会变得 我们简化自由班上课内容来设计长官活动 让一年级学生体验 希望能让他们更了解自由班 并增加来考自由班的意愿 在4月27日的8点40到9点20 我们到二年二班进行试完 试完的目的是要确定闯关活动的难易程度 以及修改闯关活动的规则与过关条件 最后我们在举办闯关活动的前一个礼拜发下邀请卡给各班老师 然后我们在前一天到了土城国小艺文中心进行场地布置 这一连串的准备工作后 5月7日我们在土城国小艺文中心举办闯关活动 总共分成7节课 每一节课会有两个班来进行闯关活动 活动的进行方式是先分组 说明闯关活动规则 发闯关卡然后开始闯关 接着填写问卷并抽奖 每个班级会抽出三个人 被冲中的人都可以到台前拿销礼物 活动结束后我们开始整理问卷 大部分的人觉得我们举办的闯关活动很好玩 现场资讯良好 时间安排下当 及有一半的 超过一半的小朋友觉得这个活动有让大家更了解自由版 分享我们希望能把我们这次的研究成果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决定用各种方式 就是把我们这次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我们在校内举办实体分享会 邀请校内的老师和同学成家 我们也在YouTube上发布影片 此外我们还在脸书上发布贴文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经过这次的活动后 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让我们了解到举办活动其实很困难 学习到如何举办闯关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